市長好,最近衛福部應該很辛苦了 但是我相信有一批人應該跟你們一樣辛苦啦 或者是比你們更辛苦 就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尤其是第一線的護理師 那我今天大概,我有看了你們的那個送過來的書面報告 大概有在第二頁裡頭,我們看下一張スライド 那這個スライド裡頭大概就是你們送過來的一些預算 那我比較關心的是紅色的部分 那這裡頭有一筆,框的很大的一筆 就是補助應變醫院啟動,徵調醫護人員這件事情 有編了29億,將近30億 那請看下一張スライド 好,這個將近30億的一個預算裡頭 其實我本身就是護理人員 醫護人員長期以來因為在醫院裡頭就是一個血汗工廠的代名詞 那人力在平常就很吃緊了 那假如,今天假如出現了院內感染的現象 大量的護理人員被要求自我簡易隔離或自我居家隔離 那是不是就會用這一筆預算 因為你的抬頭叫補助應變醫院啟動 徵調醫護 醫護人員跟工作人員這件事情 那我想請問一下 目前有多少醫護人員被隔離 目前有一家醫院大概四十位左右 四十位左右 好,四十位左右被隔離 那這些人呢就是 是被在醫院自我檢疫隔離呢 還是在家裡頭自我居家隔離 大部分是在宿舍 因為過去SARS的經驗呢 我們認為說醫護人員最好不要有交叉的互動的情況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建議這些醫院或者醫療機構 能夠提供就是宿舍會比較方便於防疫的一些考量 OK 好,那請問一下長官 那如果醫院的病房被關病房 或者是甚至這些醫護人員 大量的醫護人員 其實四十幾位 四十五位的醫護人員被自我檢疫隔離或居家隔離 其實也是影響到病房的一些調動 這些醫護人員請問一下 部裡頭目前有沒有什麼樣的計畫 如果去調動這些護理人員 其實他們平常就已經很吃緊了 在2003年SARS期間 我是台大醫院的護理師 是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是大的醫院 它本身就有它足夠的人力去調動 但是如果說是地區醫院或者區醫院 可能人力有限 一旦面臨這種狀況確實會有困難 當然我們只有利用目前 我們自己能夠掌控的醫護人力 包括是在我們部立醫院或者其他去支援 但是在這個調動之前 其實那個醫院 因為某一個狀況 如果是在院內有感染的 可是它的那個地方的服務就會減少 所以我們會按照它實際上的狀況呢 利用它本身能夠具有的能量 再加上我們能夠調動的護理同仁才去做支援 市長 可是因為在你的書面報告裡頭的第二頁呢 就是我的抬頭寫的齁 補助應變醫院啟動真調醫護 意思就是說你也沒有其他的能力可以來調 可是你編了這個將近30億 那是編了看得到吃不到嗎 還是它會用在哪一些部分 因為看起來就是說你要去調動這些醫護人員 其實平常第一線的護理人員 報告長官齁 他們平常就沒有辦法準時下班 幾乎每天都在over time的狀態之下 那你如何去調動這些人力齁 我想因為今天部長不在 那我也不為難你們 但是我是覺得說編了這一筆 其實將近30億不算少的一個預算 那我真的不知道說你們有什麼樣的能力可以去調動他齁 好這是我的第一題 下一頁 在你的那個預算裡頭呢 你編了很多的預算呢 將近有14億 14.6億的地方齁 再講那個加強這個 加強多元管道的一些衛教宣導 跟黃毅的諮詢專線 那剛剛講過了齁 第一線的護理人員已經很吃緊的情況之下 請問一下這些多元管道的衛教宣傳 工作室加給誰 我想呢 我在醫院的經驗 還是加給第一線的護理人員啦齁 所以呢 他就是一直都是血和工廠的一個代名詞 再來就是 其實有很多區域醫院跟醫學中心呢 基本上他有一個叫做 感控小組的編制 那我想請問一下長官齁 現在你知道各醫院的感控人員呢 目前足夠嗎 因為據我所知道 所有醫院的感染科醫師現在都忙翻了齁 只要病人一發燒就要照會感染科 然後就會再送一大堆的檢驗這些事情 所以我想知道就 各醫院的這些感控人員 目前足夠嗎 跟委員先說明第一點 我們這個衛教宣導 其實主要在1922或者其他志工 投入這些防疫宣導的部分 當然也感謝第一線護理人員 在面對病人或者面對家屬的時候 做的一些努力 那感控小組的部分事實上在SARS之後呢 我也知道委員對這部分很清楚 在因為SARS之後 對於感控醫師的培育 或者是到他的薪資的補貼 到各方面包括感控護理師的加強訓練 我想我們在各個醫院裡面 都有按照醫院評鑑去要求做這些事情 那如果情況來了 確實他們的壓力會大 工作量也會增加 當然我們又只能請這些醫院 就他實際的狀況 去做最適合的一個條件 所以大概就各家醫院的變通的應變 大概就是會培訓這些志工嘛 那志工的這些電 去培訓志工來接電話 那這些志工對疫情的資訊 是不是有足夠的掌握度 我想這個可能就是 那個衛護部要去關心的一件事情 謝謝委員 這部分我們目前都會要求 各個醫學中心 或者區醫院地區醫院 對於自己所有院內 不管是志工或者是清潔人員 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員 都必須做好他的衛教 OK 好在醫療的健保支出裡頭 剛剛我的SARS第二章裡頭 有講到一些補助地方政府的防疫動員 還有一些因應疫情的變化 要相辦理的一些防疫的防治措施 那個市長請問一下 你認不認為公共衛生師 應該納入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各位說明我本身也算半個工衛人 我是台大工衛生研究所畢業 我對這部分我個人是非常支持 OK 所以你會支持把公衛生立法 好 在這個部分我想我還是要去強調一下 因為其實 呃在明天的政黨 總之我還是會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希望我們明天可以一起的再來討論 下一張 好這是公衛師 在這疫情裡頭他可以做了任何事情 最後 最後一張SARS 那個 我還是想要呼籲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本上 我原本就是一個很專業的護理師 但是醫院呢 檢討醫療體系 其實 我們的很多的病患 為什麼後來會造成院內感染 因為沒有落實分級醫療 讓病人的爬爬罩 到處去就診 這是一件事情 那我在這裡呢 其實我要呼籲的就是 醫護人員長期以來 就是血汗工廠的一個代名詞 再來我們的健保呢 廉價的健保常常講說 是因為剝削醫護人員所得來的 所以我在這裡我想呼籲一下 衛福部 分級醫療 落實加以轉診制度這件事情 我希望呢 能夠去落實的去做 因為其實在健保法裡頭也規範了 但是現在就是執行力的問題 那最近在吵得很 很很 就是有很有爭議的就是說 健保納保的一些資格條件 我也希望趁這個機會呢 可以做一次的總檢討 謝謝委員 這部分我們在很多的高階會議部長 在主持的一些相關會議上 都做充分的討論 那未來會訂出一些比較可行的一些辦法 當然落實是最重要的 是 好 謝謝 謝謝各位長官 謝謝 謝謝蔡委員的諮詢 感謝你控制時間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賴瑞隆委員諮詢 請